这个位置是去年生个小牛从这儿掉下去的 现在抽时间把这边垫起来 防止再有这种情况发生 这边到下边有十多米糕 幸亏当时小牛没出什么意外 下次要是再有这种情况 可能就没有那么幸运 这几天连续的降雨 弄的这个量卷里边又成沼泽地了 回头打算在这面再砌个牛槽 把这个隐患彻底消除 最近一直有网友在问说 这个养石头繁殖母牛一年能挣多少钱 其实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因为这个同行不同立 这个养牛利润的高低 有好多因素决定 有的养的品种好的 饲养成本又低的 可能能挣到十万左右 有些养殖户可能自己连场地都没有 草料又全靠买 还要雇人喂 估计这样弄下来连五万块钱也挣不到 还有管理的好坏 对收入的多少影响也很大 有些管理不到位 造成很大伤亡的 甚至还会赔钱 所以说我们新手养牛 刚开始不要把这个期望值定得太高 因为希望越大 失望可能就会越大 只要我们能把这个牛养好 尽量的把这个饲养成本降低 挣钱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运气 好 中文字幕——YK